大胆 四人如此大胆 五公子 我看他是不要命了 来人呢 在 去将宋 哎 五公子 将宋什么来的 宋多 啊 对对对 来人呢 在 将宋多给我捉担归案 诺 来 走啊 怎么了 善儿 宋多哥 既要善儿看到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就放心了 你还记得 娘求的那支签吗 签文上说 你我不能在一起 如今 他真的应验了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不要 信那些 再说 爹娘现在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快跟我回去吧 对不起 宋多哥 善儿对天许过愿 只要老天爷 能够让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善儿愿意出家 终身四伏 你怎么能立这么重的誓言呢 先不说这些了 爹娘还等着我们呢 快跟我回去吧 宋多哥 你还是回去吧 日后在爹娘面前 多替善儿敬笑 如今 善儿在寺庙里尽心修佛 并不觉得苦 反而觉得心里很踏实 你放心吧 善儿 我 我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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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待仁犯 走 威ering 威ering 互相勾结残害百姓天理何在 但你公子这是天理 高大人 不用审了 将此人押入死牢 择日问斩 你姓孝悠 全体的公子安排 来人呢 将此人押入死牢 择日问斩 诺 高部官 高部官 谈害北京 高部官 五公子 下官以后 还仰仗了五公子 在丞相太人面前 多多美颜 区区小事合足挂齿啊 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五公子 请里边坐 五公子 下官前内 特地为五公子做了点 拿手美食 还请五公子赏脸呀 狗夫人亲自做的 是是是 好 那本公子就恭敬 不如从命了 五公子请 大都督对咱们兄弟们不保 咱们不能让他一直在天牢中 待着度过余生 要想办法 将大都督赎回来 可是 朝廷要是不放人怎么办啊 万一惹恼了主公 将侯爷杀了 不是更麻烦 是 送礼 俗话说 上门不倒送礼客 咱拿出最珍贵的礼品送上去 主公应该会放人 这几年 咱们没少向朝廷送礼啊 可是主公那里 就一直没有动静 照我看呢 要献 就得献西式珍宝 此话有礼 前些日子 我得到一颗千年老人身 却是个真品 据说 服用它可以延守十年 你看怎么样 行 够了 福天 福药 师姐 你们可有看到善儿姑娘 回师姐的话没有见到 她因为下山打水去了 还没有回来 住持师太找她 你们去找找她吧 是 师姐 五公子 喝了这杯酒 夫人 你太客气了 还是小生自己来吧 五公子 见内不懂规矩 还望公子您不要见惯 高大人 你太客气了 能和夫人一同共饮 是小生的荣幸啊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水桶呢 你打水不会连水桶都丢了吧 小师傅 不 刚刚我家哥哥被奸人所捉 我要想办法去救她 正准备向师太去告家 没想到碰到二位师姐 正好 麻烦二位师姐 带善儿转告师太 好的 我们提一转告就是了 谢谢二位师姐 想快回司跟我们去师傅吧 他不提了转告呢 没拿功夫 福天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可不是出家人的心态 不要你说 出家应该是哪种心态 师太 什么事啊 回禀师太 我们在山下见到善儿姑娘了 趁说了好久 可她 她怎么了 可她执意不肯回寺 既然她俗念未除 就由她去吧 记住 她若再来到寺中 不得让她入内 是 师太 是何人 想干什么 明明是还搞关系 我 不得了 你不得了 只要你懂规矩 我这儿 什么都好说 你等着 我这儿就给你冲船去 麻烦这位大哥了 大人 大人 什么事儿 所谓大人的话 门外来了一位姑娘 说是要报警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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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公 敬见 主上 有人托老臣 献给主上一个千年老身 据讲 服用了这千年老身之后 可以使人严寿一年 严寿一年 严寿几何呀 十年 十年 此身是何人所送啊 禀主上是杨志佳人 还是爱卿了解外人的心意啊 主上啊 杨志佳人还有一事禀告 那讲吧 家人请求放了杨志吧 这 这寡人还得考虑考虑吧 那 以爱卿之间呢 主上 当年杨志被囚 背叛的是反义之罪 查无实据 如今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杨志已经垂垂牢矣 以老臣之见 不如放他回归故里 一样天眠 是啊 老了都老了 那就以着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谢谢主上 何人告状 正是民女 将状纸递上来吧 将状纸递上来吧 是宋多 打了巫公子的人 才被本官收押 你这是诬告 大人 冤枉啊大人 民女说得句句属实 汪大人明察 还敢狡辩 明日 明日想起来了 今日 正是大人大人 将宋多抓了起来 难道 难道你们是一伙的 离派胡言 来人 将此彼此 重则 来 来来来 是兄弟 就把酒干了 等你这话说的 不喝这酒就不是兄弟了 来 喝 喝 喝了 有人吗 来人哪 他妈妈拿走 我去看看 你去 去去 你们可不要偷着发 这你就放心吧 等我回来 什么来 多久都不让老婆笑着 我都走了 怎么了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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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没打开 带我出去 走 追上 别管 别动 下来 把我队 过来 把我队放下 把我队放下 放下 夫人 夫人 夫人怎么不理我呢 狗犬 你好歹毒啊 夫人 你怎么这样说话 谁让你把七身当作礼物 送给那吴公子 我的 好夫人 你为在下所作的牺牲 在下永远铭记在心 不要礼物 呀 哎 夫人 这件事 是粥鱼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那也说不上谁占便衣谁吃亏 混账话 老娘把身体都搭进去了 还不算吃亏吗 你吃什么亏了 你是缺了筋了还是少了两了 夫人 以后咱们就不愁上边无人了 要再说呢 我都没在意 你发什么火啊 好 只此一回 有一回就可以有两回 那一回跟一百回不都一样了吧 你说什么话 好 小声说 只此一回就一回 禀大人 宋多克没越狱了 什么 他认得好了没有啊 回大人的话被咱们捉回来 你听着啊 他是朝廷的药犯 你告诉狱族们 把他给我看紧唠 你去通知一下吴公子 看看他是怎么处理 诺 大人 等等 老爷 还是你亲自去也会比较好 对对对 还是本大人亲自跑一趟吧 你赶快准备轿子 诺 大人 那小的他就去准备 老爷 这件事一定要按照吴公子的意思办 为了搭上吴丞相这条船 咱可连血本都陪上了 千万不能断了呀 这事我清楚 我跟你说啊 宋多他就是个冤大头 这分明是吴庆的不是吗 可是咱围观的 即便是为着良心 那咱也得这么做 那官场的不是有句话吗 官帽带得牢不牢 还要看丞相大人 他说你好不好 他说你好 老坏那也是好 他要说你不好 好也不好 那老爷就按照吴公子的意思办吧 只要吴公子 在他爹面前多说两句好话 我们就只赚不赔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我走了啊 你会儿 少爷 狗权大人求见 狗权 他等着 你让他去客厅等着 喽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要被斩首 真是可惜啊 这人叫什么名字 叫宋诺 姑娘你没事吧 是不是你认识紫衣啊 谢谢这位大叔 这个人是我的哥哥 他是被冤枉的 都是因为我 他才得罪了吴贵之子的亲 如今 才有我的被斩新 姑娘小心自己的身体啊 不要太伤心了 是啊姑娘 这位大叔 你们知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救得到我宋诺哥 如果他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哎 这位姑娘 听说明天 大驸马要来本心寻查 你可以去求救他呀 知道了 谢谢大叔 不客气 可怜哪 是啊 啊 怎么会这样 宋多哥 颜儿一定会救你的 李大人 人我可交给你了啊 哦 这点小意思 收下吧 李大人真是太客气了 何必为此大费周章啊 这点小意思 算是给弟兄们买点酒喝了 谢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好 请 参见大都督 我现在已经不是大都督 快快请起 属下不等 直到今天才将主公救出来 让民受了不少委屈 请恕罪 李将军哪 我这套命都是李将军救的 快快请起 多谢大都督 大都督 请肃与我同回部落 部落中还有很多大事 要靠大都督决断呢 好 我们同回部落 好 大都督 请 宋多哥 宋多哥 你怎么来了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呀 你看看你浑身的伤 来人哪 你们为何打人 快放他出去 我说姑娘 你的那些钱 也只能让你看看他 怎么着 还想放他出去啊 做梦的 我实话跟你说 你尽快给他准备后事 你可知道 他得罪的是谁啊 是当今丞相的公子 连我们县太爷都让他三分 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天王老子第一 你第二 你是当朝主子的宝贝闺女 你 宋多哥 你等着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快点 快点 各位快派亲戚 快派亲戚 各位快派亲戚 快派亲戚 主公 您在我们心中 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公 杨智在此 谢谢各位了 如果你们不急 那 我也跪下了 主公 快快请起 您这样会折杀我们的 各位 我杨智 受奸人所害 入狱十余载 各位 依然对我不离不弃 我杨智在此对天发誓 我今生今世 定当报答各位的大恩 吴公子 喝了这杯吗 喝了这杯吗 吃一口吗 好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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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们两个跟着 那人怎么回来了 回少爷的话 小的跟着跟着 就跟丢了 请少爷责罚 少爷 那美人不知道钻哪儿了 行行 老知道了 变个饭头 滚那边站上去 诺 诺 少爷 少爷 臉冲墙 不许说话 诺 少爷 是什么样的姑娘 竟然让我公子如此大动干活 我姑娘美若天仙 不 胜过天仙 刘公子若见了 也一定忘了 难道世间果真有如此压力 如此人间角色 我无庆 绝不会让他 透出我的手上心 冤枉了大人 这是你冤枉的 等一下 前方究竟何事啊 回大人 前面有一女子 拦路海渊 看看她有何冤情 诺 姑娘 你有何冤情 快快送来 劳烦官爷 将壮子递给大人 落叫 大人 大人 是岂有此理 强强民意 勾结朝廷命官 欺压百姓 这种不弃我 可恶至极 舅大人 一定要为名女做主 救救我宋多哥的性命吧 是吗 小生这香 有理呢 有你个头 头 本官上次喝醉了 酒后失言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所救之人 是你什么人 他是 是明女的哥哥 姑娘放心 只要你所述属实 本官定能为你做主 明女谢大人 起来吧 传令官留和 下官在 你速去形成 智制行刑 押后重审 诺 刚好啊 你好快啊 来来来 大家亲一个来 吴公子 李公子 你可来了 你若再不来 这些小美人 可都等不及了 刚才在下路上 遇到一女子 她拦住了大驸马的轿子 要告你呢 什么人敢告我 好像是一个叫善儿的姑娘 她拦住了大驸马 张知显的轿子告状 张知显派传令官 要把那个叫宋多的人 押后重审 李公子 多谢你 要不然真误了大事 那个宋多屡次坏我的好事 还打路一圈 若不将那宋多千刀万剐了 岂能救心头之恨 可是现在有大驸马帮忙 恐怕此事很难办呢 大驸马 大驸马 算什么 大驸马 那公子可不怕什么大驸马 大驸马可是当朝刑部侍郎 专管此事 吴公子 您可要小心哪 刘公子 你们先吧 续合他 吴公子 你吗 啊 驸马爷 大公主在哪儿 回驸马爷 公主正在休息 行了 你下去吧 诺 来人 驸马爷 有何吩咐 你速速叫上几个人 陪我一同去刑场 诺 大驸马 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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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人所害 你这小子不敢说呀 我们押护行部大佬 你这好好审讨 我们电话来的下 就能夸犯朝廷命官员 这哪是不让命 大饶命啊大人 快随我去刑场 解救生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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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就你一个人 小田子吗 少爷 您能先出来一下 小的有事向您汇报 有什么事得跟你说 少爷 您要是先到外边来 好 各位随时赔一下 好 有话就说有屁块放 是 少爷 那个 张志显的传令官 到底处置了没有 回少爷的话 任务是完成了 可是 小田子被张志显带来的人 给抓走了 不是 我们也没想到张志显 会突然带人来啊 你怎么想办法救救小田子 我 我 张志显抓住了小田子 真是坏了大事 小田子知道的事太多 嗯 你这不是让张志显抓住的把柄 这 这少爷做法 张志显一定是去救宋多了 那 就说他 哎 你快去刑场 让我看一看 他们到底要怎么做 诺 少爷 那 小田子怎么办 让我想想 好 我现在就回去 你有什么事 直接去府上召回吧 好 诺 带人犯 宋多哥 宋多哥 你们不能杀他 宋多哥是被冤枉的 宋多哥 你不能死 爹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宋多哥 你若是死 你若是死了 要是要怎么跟爹娘交代 放我 宋多 听也没有 要不然 本姑娘就不客气了 哪里来的调妇 来呢 带走 你们都放开我 放开我 神已到 准备行刑 不要 宋多哥 不要 宋多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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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留人 不要 不要 假留人 此官参见张大人 不知张大人今日到此 有何贵干 此案仍需重审 来人 将刑犯带走 张大人 这是为何 向大人 宋多哥是被冤枉的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苟大人 本官身为刑部是马骨 要重审此案 难道 要经过你们准许吗 下官不敢 下官不敢 大驸马 大驸马 二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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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狗官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二公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二公主 我的妈呀 臣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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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主 臣有眼无助 不识公主奉乱大驾 请公主恕罪 公主恕罪啊 好在我宋多哥今天没事 要不然 你麻烦可就大了 来人 让人犯押回刑部 走 哼 没人是你呀 小生这乡有礼了 少爷 狗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 喏 我公司 狗大人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您托付下官办的事情 未能办多 惭愧 惭愧 狗大人 事情虽然没有办好 但是我还要谢谢你呀 少爷 那宋多本来要被斩首了 可是张知显突然出现 将他押回了刑部 说是要重新审理 这张知显 差点连下官也要一同查办了 这事难为你了 别别别 吴公子 您言重了 这是下官的分内之事 吴公子 只要是下官能干的 一定会竭尽全力 只是这件事 到了大驸马手里 那下官 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少爷 少爷 小田子还在他手里 这保不准 小田子会出卖少爷的 怎么了 对呀 吴公子 谁也保不准小田子 会不会出卖公子 吴公子 下官估计 这张知显 一定会拿此事大做文章 这个张知显 长得自己是驸马 就敢和本公子作对 但公子还怕他不成 少爷 要不要告诉老爷 让老爷出面解决此事 小的想 这张知显 多多少少能给老爷点面子 不会太为难少爷 你不让老爷知道 我就打断你狗腿 那本少爷好好想一下 这小田子 是一定要救的 张知显 可有何爱好 吴公子 据下官了解 这张知显他人 好像特别喜欢名人字画 少爷 您是不是可以考虑 给张知显送点字画之类的物件 小珠子 这家里可有名人字画 有是有 可是老爷要是发现少了字画 定要彻查此事 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快去给我准备后礼 本少爷 亲自绘会那个张知显 诺 少爷 小的下去准备了 你去吧 郝大人 真是劳烦你了 去去小事 合足挂志 吴公子 下官只要能替公子您效力 那可是下官的福气呀 吴公子 下官那就告辞了 恕不远送 吴公子您就不用送了 还请吴公子您 记得在吴丞相面前 替下官多多美言 那是一定的 你就放心吧 你可知罪了 回大人话 小的只是偶然路过 绝没有参与杀人 看来你是不想认罪 来啊 大行伺候 小的只认路过那里 谁会想到 会出现杀人认出这档子事 本官亲眼看见 你手刃本官的传令官 才敢狡辩 来啊 狠狠地打 大人 大饶命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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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说出你的幕后指使者 是谁 本官可以考虑侵判你 你可要想清楚 小的不知道说什么 小的是冤枉的 嘴还真硬啊 给我继续打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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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您是虚打成招啊 大人 小的冤枉 冤不冤呢 心里清楚的门 我愿无限法官 说我是虚打成招 给我打 停 把他押回大牢 明日再审 报 大老师 合适啊 回大人话 丞相之子无庆 闯入大福毛府中 说有钥匙和林相伤 大人 您看您要不要先回府里 那个家伙 倒先沉不住气了 我还没有去找他 他倒先找上门来 本大人知道了 下去吧 对了 让他等着 诺 大人 吴公子 请用茶 你家大人还没回来 是的 请公子稍等 大人应该快回来了 那你家大人有没有说过 他何时回来 回公子的话还没有 好 好吧 那本公子 再多等他一会儿 嗯 那没什么事儿 奴婢就先行退下 好 好 好 我这次其他人